专业歌手唱歌如何评断唱得好 就是听他们清唱或是唱现场 但是一般明星或演员唱歌大多是表演性质 功力当然没法和歌手比 但是有些明星上节目时 被安排了歌唱桥段 只好对嘴假唱硬上 却常常被观众抓包 有些则是专辑的歌听起来非常好听 一唱现场却成灾难 吴景岩当年和徐开演出《演喜攻略》 打造了感人的荧幕情侣形象 扮演傅恒和魏英录的两人 相爱却无法在一起 也因此常常被邀请上节目表演 组成甜蜜CP让大家完成心愿 2019年两个人参加跨年晚会 首牵手演唱时 吴景岩却被发现麦克风都放下了 却还传出女生的演唱声 夜漫漫漫不觉想将快乐群传 而为什么要假唱呢 前一阵子演出《墨与云间泛红》的吴景岩 让我们听完她唱片尾曲的真实歌声 或许就可以理解了 新女郎林允曾和王大陆演出 青春爱情剧《一文定情》 当时为了宣传 两个人一同在湖南卫视的春节晚会上 填唱情歌只对你有感觉 但是明明是王大陆唱歌的桥段 林允却开口唱了 对嘴假唱立刻曝光 后面是林允连歌词都忘了 该是她唱歌的地方连嘴型都对不上 实在非常尴尬 同样因为忘词而导致漏线的还有陈乔恩 她在2015年的元宵节晚会上 唱一曲俏皮的《梅兰梅兰我爱你》 却在一个段落忘词 最新整个对不上 被发现了原来是假唱 这张卫视的跨年晚会上 白鹿和范晨晨神情对唱狂恋 第一次听到时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 白鹿的声音也非常好听 但是仔细一看 当白鹿唱到一个段落 把麦克风放下时 背景响起了女生 夏天的夜 原来白鹿也是对嘴假唱 不过白鹿的临唱反应倒是很好 很镇定的又拿起麦克风继续演唱 还有一次呢 是白鹿唱跳蔡依林的《说爱你》 大概抓到诀窍了 麦克风紧紧靠着嘴 就不容易被发现 不过经过一段唱跳后 竟然发现白鹿没半点喘 非专业歌手的她 也被怀疑应该又是对嘴 要知道蔡依林为了能够完美唱跳不喘 可是长期练习边跑步边唱歌 在去年底的跨年晚会上 一年演唱了八首歌 长达18分钟开全麦 声音超稳 可是震撼全场的实力 一般非专业歌手的演员 绝对是难以达到边跳边唱 所以赵露丝在跨年晚会 边唱歌边跳舞 表演一曲绝美的月牙弯呼声舞 也被认为跳这么耗体力的舞 以她的实力来说也不太可能是真唱 也被列在了当年的假唱名单上 不过整体来说还是画面唯美 备收称赞的一曲表演 同样在假唱名单上的 还有鼓励娜渣演唱的眉飞色舞 鼓励娜渣一直是非常漂亮的颜值担当 这一次火拉演出 选这首动感十足的歌曲 虽然是很有突破 舞台魅力也相当有 但是光是撇开对嘴不说 听听看过去鼓励娜渣的歌声水平 就知道她真唱起来 绝对不是这样了 快儿轻轻的开吧 加油加油 两点碎月 我的枝芽 因为爱你我日足既往 再多压力都无法阻挡 佟丽娜和前夫陈思诚 曾经在2012年蹲上精英节晚会 一起合唱一首《遇见》 不过当时很快的就被发现 嘴心对不上 肯定是对嘴假唱 面对质疑 佟丽娜倒是很失诚 后来直接发文道歉 看了这么多明星假唱 也是有很诚实的明星 即使自己唱歌再难听 也坚持要争唱 那就是孟子逸 他的走音连众人的声音都压不下去 成了全场最受瞩目的一段 有些歌手则是在录音室调音调太大 调到跟假唱一样 现场演唱或像一场灾难 飞永海曾经走红一时 不过他们的唱跳实力 只能说是风平两极 我们先听听看MV里的声音 再听听看现场的演唱 这一段被誉为飞轮海翻车的名场面 一群小伙子唱得气喘吁吁 不禁又让人想起连唱18分钟 八首歌的蔡依林真的很强 有网友称 这部影片让大家知道 帅真的能当饭吃 也受到许多生活困顿的网友喜爱 认为她的精神不在于唱功 而在于听的人能够忘忧解除烦恼 这才是最大效用 拥有台大高学历的知性美女翁自曼 主要的发展路线是主持人 但是她也曾经出过专辑Love Me 让我们先听听看MV 再听听看现场 现场唱的可以说是超级翻车了 所以说歌手真的不是人人能当 想要唱好歌真的需要努力 也需要天分 其实不只是年轻明星会对嘴假唱 就连资深的大咖演员一样也会 巨星张子怡2006年参加央视春晚时 身穿粉红色礼服唱了一首天女散花 但唱到一半时 发现她唱到歌词 吉祥迎风 第一个字集 却张大嘴巴是花的嘴型 纳英是会唱歌的 但是一次在澳门灯台演唱时 她手上的昂贵戒指掉到台下 让她当场不顾形象大喊 把戒指还我 背后的唱歌声音却还在放 当场有些歌迷表示不满 认为他们想听的是真的现场演唱 而事后纳英也不觉得自己错 认为就算是录的 那也是我的声音 以空琳嗓音著称的萨领鼎 也是一个唱歌有口皆碑的歌手 但是她的一个拿反麦克风 被发现假唱画面 可以说是让她黑了很多年 只见她俐落转回麦克风 表情丝毫没变 这个临场反应真的很不简单 萨领鼎集聚民族风的独特风格 让她拥有不少歌迷 让我们听听萨领鼎惊人的清唱 说到拿反麦克风 还是这位歌手最厉害 从头到尾拿反表情和手势却比谁都生动 2008年北京奥运时 曾经广摇中港台的华语歌手 一起合唱一首北京欢迎你 当时每个人只唱一两句 但歌手胡海权却连自己的一句歌词都忘了 也因为她忘记让全部的人被发现 大家全都是对嘴假唱 当年腾讯的女子选秀节目 创造101非常火红 选出了11位练习生组成火箭少女101 在竞选的过程中 要经过各种唱歌跳舞的严格筛选 但没想到她们的出道表演一首雪猫角 被抓到很多人嘴型和歌声对不起来 根本是对嘴唱 还有些素人认为自己能唱歌 跑来参加歌唱节目 现场一唱之下 却被发现自己之前录制的专辑是假唱 孤单的我剩下疲惫 城市变得一片漆黑 我一人深夜里买醉 眼睛感色又想哭的心情 在当地很红是吗 对我在泰安算是明星吧 因为广告牌啦 每个赏场的横幅啦 包括全市的公交车 每天都是在滚动播放我的歌曲 你唱自己的作品 相信没有一个是现场唱的 你所谓那个唱全是环音 Yes or No 对 勇敢地告诉我 对 还有人在比赛现场 背景音乐就有人声 被抓到后 却说是编曲就把人声当乐器 假唱吧 是真唱 因为有几次我看你话筒拿开了 人声还在 有电的和声 哦明白 对效果器的变化 是电了人声的对吧 我觉得他们底下电的人声 绝对超过一半 因为他发出来的声音 绝对不是现场Vocal 收出来的人声 对 我们在设计我们整体的 编曲的时候 就把人声当做是一个乐器 因为我们希望 Vocal的音色设计 也是在我们编曲的环节里 看完这些有趣的假唱片段 观众觉得哪一段 让你印象最深刻呢